我给你抬一个喇喇喇喇喇喇行不行 不行 我今天要给你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两次都尿苦衩了 在幼儿园里边 如果有尿了该怎么做 嗯 张文老师 那老师要是讲课呢 我得说老师 对 那你咋没张文老师呢 都尿苦衩了 我忘了 我都跟你说第三次了这是啊 再次不能尿苦衩了 因为你是个大孩子呢 你是丽娜姐姐 对不对 我个家我不能哭了 为啥呀 因为你家里有小马桶 学校也有小马桶啊 那我不能跟学校通所尿 妈呀 那你个学校有尿了 还得跑家里来尿了 嗯 你闺蜜尿不尿苦衩啊 我闺蜜也有苦衩 那我就名贵了 你俩是一样的 我我闺蜜 蜜都尿 尿两次苦衩了 那你又也尿两次了吗 那我 我就没尿苦衩 你俩这是半斤八两啊 滚 你跟他耳朵这个话 你知不知道为啥 你跟李诺一能成为闺蜜 我都问你老师了 老师都说了 为啥 你知道吗 因为我和他俩是好朋友 不是 老师说是这么说的 老师说为啥他俩好呢 是因为他俩干啥都慢 吃饭也慢 吉他的小朋友全吃完了 就剩下利那和李诺一了 我和你李诺一还不快点吃饭 你俩是大牢大队的 以后快点吃 我和你李诺一俩睡觉也不好睡 你妈去呢 那能行吗 那是不好的行为 我和你李诺一也睡 睡觉就玩 那不行 那不行 睡觉就是睡觉 吃饭就是吃饭 你告诉李诺一 你说我爸不说了 咱俩得快点吃 在保证 在保证细嚼慢咽的基础上 快点吃 增加速度 知道吧 我期待着你周一很好的表现 不尿裤衩 然后快点吃饭 知不知道 知道 好嘞